1991年1月22日晚间 英国第二十二特种空心团 八名特战老兵 搭乘英国皇家空军一架齐努克直升机 悄然降落伊拉克北部境内 小队代号B20 目标 沿着在巴格达和伊拉克西北部之间 160英里长的伊拉克主补给线上 寻找并摧毁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发射器 当天晚上 小队徒步穿越两英里 抵达预定观察哨 因为每个人的背包都十分沉重 因此降落点故意设置在附近 第二天 莱恩发现通讯装置损坏 只能发送信息而不能接收信息 1月24日 下午晚些时候 巡逻队附近出现一只羊群 还有一个年幼被读音牧羊人 无意间 小男孩撞见了他们 瑞恩试图用一块巧克力引诱他 但失败了 完蛋 巡逻队不能杀死小男孩 因为一旦开枪便会暴露位置 更可能引起附近驻军的围交 再者 杀死男孩后 万一落入伊拉克人手中 小队将全军覆没 行动被迫停止 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规定 在紧急情况或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 巡逻队应返回其原始渗透点 直升机将每24小时短暂降落在那里 没有用的留下 只带上背包和必需品 留给八个人的时间不多了 伊拉克军队已经开动 远远望去 小队长安迪呼喊大家 准备战斗 第一次应战 不免有些紧张 当然 你会感到害怕 谁要说自己不怕的 不是在撒谎 就是已经精神失常 趴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摊上 每个人都想找个洞钻进去 慢慢的 平时训练所积累的经验和机械技艺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小队成员 同意穿着两种颜色的沙漠DPM制服 二战时期的沙色沙漠工作服 七人穿着常规军靴 只有瑞恩下士一人 穿了一双普通步行靴 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一个腰带套件 包含弹药 水 食物和创伤护理设备 一个帆布背包 包含25公斤沙袋和观察设备 七天的口粮 无线电备用电池 炸药 雷管 地雷等爆破设备 和应急静脉注射液 一个食物沙袋 两套NBC套装 额外的弹药弹夹 一罐23升的水壶 一套高频巡逻无线电 四个通讯设备 可与联盟飞机通讯 一套GPS 一架夜视仪 四支M16 M203突击步枪 两支5.6毫米FN轻击枪 每人一支66毫米高爆反坦克火箭 保守估计 每名成员携带装备的总重量 为95公斤至120公斤 交战途中 小队为了提高移动速度 值得轻装减从 携带必要的通讯设备 武器 水 根据标准操作程序 在渗透到敌后之前 要计划好撤退路线 这样巡逻队员就能知道 在走散或出现问题时 该去往哪里 巡逻计划显示 有一条向南向沙特阿拉伯撤退的路线 在每日记录日志里显示 1月24日晚间 B20小队再次与空中指挥台 发布求救信号 他们认为 小队正在向南移动 但实际上 巡逻队正朝西北方向的叙利亚边境挺进 距离170公里 这说明 巡逻队私自改变了原有的撤退路线 糟糕 逃跑途中 当地天气骤变 温度下降至近30年来最低记录 每个人除了武器 电台和水 几乎扔掉了所有装备 就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 8人小队不慎走散 并分成两组 一只三人 一只五人 整整一个晚上 5个人长途跋涉 折返85公里 但并没有找到其他三人 1月25日清晨 5人小组找到了一个小土堆 这意味着他们留下标记就得立马走人 然而菲利普斯出现了严重的低温症 并情恶化到他把自己的黑手套误认为是自己手的颜色 晚些时候 伊拉克追踪部队抵达小土堆 1月26日 5个人商量要不要杀死他 迫于暴露行踪 小队最终决定放走牧羊人 预计抵达边界还有70公里路程 5人小队必须得在天亮前到达 因为即使伊拉克人没能杀死他们 那么恶劣天气也会让他们消失 晚间6点30分 队安们开始在公路上打劫车辆 一辆出租车成为目标 车上有三人 出租车老板大喊大叫 为安全起见 他们全部被打晕 扔在了道路附近 当晚 沿着公路 车子缓慢行驶到一座检查站 是待在车里呢 还是出去 成为争论焦点 最终 队安们商量出一套行动方案 一旦检查人员过来 一人先干掉他 其他人负责解决周边的几个 然后赶到左边的山上 大约再行走11公里 即可抵达边界 途经又发拉底河大桥 周边几桥上有大量武装人员助手 无意间 两名队员暴露目标 交战瞬间展开 这一次 他们面临的是整支部队 在人员数量上拥有绝对的劣势 和前面一样 无人小队被迫再次走散 一人下落不明 两名队员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匆匆逃离现场 小队长安迪 则带领马克偷偷穿越大桥仿线 武器 食物出现严重短缺 仅剩下夜色这一个优势 本就没有多少子弹 他们打完后 开始向丛林深处逃跑 奔跑中 安迪忽然发现 马克不见了 1月27日 距离叙利亚边境 仅剩下两公里 安迪注意到一辆巡逻车 正在缓缓驶来 他匆匆躲入小河沟的桥底下 距离天黑还剩下四个小时 安迪觉得还有机会 遗憾的是 他严重低估了伊拉克士兵的侦察能力 两名小伙将他从桥底下拖了出来 随即 安迪被押借前往附近军营 名字 军衔 行动目的 老三样 安迪只回答前两个 神讯人员一直怀疑他是以色列人 安迪不承认 始终表明自己是英国人 为此 他不惜把自己皮带里的金币贡献了出来 片刻 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大人物 安迪判断 此人是个有钱人 手工皮鞋很可能是伦敦货 他告诉安迪 你的其他战友已经被俘虏 确实 就在外面 丁格下士正在接受殴打 不巧 周围的平民情绪异常 因为有士兵在这两天被他们打死 老父亲要亲自为儿子复仇 丁格感慨 太坦白的不人道了 安迪依旧没有吐露半点情报 两人继续被押往其他地方接受审讯 途中 不少平民对他们又打又骂 晚间 两人乘坐秘密警车 前往阿布格莱布监狱 这是一座位于巴格达以西 20英里 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萨达姆便用他来关押政治犯 监狱以酷刑和法外处决而闻名 目前包括安迪在内有三名小队成员被抓获 并被关押在了这里 起初 审讯人员皆以为他们是以色列人 并以此为审讯方向 希望得到以色列的计划 要注意到 此时审讯人员的怀疑不无道理 1991年1月份 正值海湾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关键时期 1月17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国家开始轰炸巴格达 并发起沙漠风暴行动 可身为美国的盟友以色列 却没有参与其中 然而伊拉克并没有闲着 在此期间 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飞毛腿导弹 试图激起以色列对联盟国家的威胁反应 同时 也针对联盟再杀到阿拉伯的目标 所以 找到以色列的计划至关重要 殴打一直在持续 如果不想个办法 迟早要被打死 安迪想到一个 包皮 犹太人行割礼 没有包皮 而他有 以此即刻证明自己是英国人 安迪使出浑身力量 将包皮拉得更长 看得出来 审讯人员对此深信不疑 即便被俘虏 仍有需要完成的任务 每个人都很清楚 军队需要时间把损失降到最低 而且还需要做最坏的打算 假如把行动目的告诉伊拉克人 那么相关行动就要被迫取消或改变 安迪决定 弄个假情报来糊弄他们 我们其实是个救援队 前来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 我是医务人员 行动具体计划是由长官统一指挥 我们只是具体行动人员 并不会知晓全部计划 似乎伊拉克人对此并不感冒 派那么多人过来 战斗力还如此强悍 难道仅仅是为了救人 神讯人员根本不相信 接下来对他们每天都要面临一次毒打 虐待酷刑 安迪无数次祈求上帝 他把能记起的导温全部默念了起来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安迪意识到必须要再说出点情报才行 否则无休止的虐待只会让他和其他两人走入绝境 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呢 在特种空勤团的选拔中 最后一项测试就是抵抗审问 不间断的持续36个小时 可以说是最痛苦最难熬的 安迪以及其他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方面的严格训练 抵抗没有问题 可要是想脱身那就难了 安迪告诉他们 我们其实是一个近距离观察队 负责侦查战士情况 这一次是主要供给线 我们需要报告在那里发生的行动 不巧我们刚到便被一个牧羊人发现 所以我们必须得撤离 之所以去叙利亚是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安迪故意省略了一些比如 流动飞毛腿导弹 军队等敏感关键词 他料想这就是最后的生存希望 现在就是观察他们是否相信自己 结果慢慢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三个人被关在了一起 这说明安迪泄露的情报有效果 早在几天前 巡逻队发布求救信号时 营救小队便开始展开搜救活动 可惜巡逻队并没有按照预定方案进行撤离 而是改为前往叙利亚边境 所以导致搜救活动化为泡影 不过在八人小队中 有一个人却并没有被俘虏 追恩下士 他是唯一一个和其他人穿着不一样鞋子的人 他一个人徒步穿越了180英里 安全抵达叙利亚 随后 受到官方干预 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关押的三个人 接连被释放 至此 八名巡逻队员 三人死亡 四人被俘虏 一人逃脱 本片是根据1991年 英国第二十二特种空亲团 在伊拉克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 在影片中 还有许多细节并没有完全展现 也有些细节是虚构的 比如拔牙桥段 就有队员提出意义 根本没有 在这次事件过后 B20小队包括安迪本人 都出版了关于整个事件的书籍 可几个人的书籍中 却都出现了大量细节不相符的情况 甚至到2002年 有前特种空亲团成员 实地探访当年B20小队 在伊拉克发生的历程 调查后发现 安迪以及其他人写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捏造的 牧羊人也不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 为此 他又重新出版了一本B20真相的书籍 可真相无论怎样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这大概才是真正的第二十二特种空亲团 好了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想了解更多请观看原片 战火实录 或者查阅相关书籍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浪心剑客第四步 中章 之前小侄曾讲过前三步 这是最后一步 剑心对决大boss 最后 喜欢小侄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视频右下方 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见 不见访关注 并不见习近平宗 我的 并不见习近平宝